看看新闻吧 能够真正的瞄净我 不懂我 请介绍师姐 各位导师你们好 我名字叫尼旺 小明旺仔 来自江苏启东 今年22岁 今天给大家带来现代舞 sorry 请问一下 你是男孩子女孩子 我是女孩 好 好 把你现代舞的感觉跳出来 好的 谢谢 加油 音乐 起 是谁带走了你 让我得不到你 你有你的爱情 说出生命的意义 我的瞬间 世界变好美 以为一直这样回到永远 爱你 这一切都是我自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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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都可以了解 为什么我都不能体会 为何会爱上你 连我自己都不能了解 我是多么的想你 多么的想看到你 你明知道我还在 迷恋桃花一现的那夜 的那夜 很奇怪 这么矮的女生 为什么会去跳现代舞 因为有可能 这样子也没有礼貌 我们说实际的 因为在舞台上 我觉得在我 第一次看到现代舞的时候 我就觉得在现代舞里面 是不分男女的 没有性别区分的 也没有分高矮 对所以我很喜欢 中国的那种体制很多是剧目型的 你这种身高很容易就变成跳半舞 那你有想过这件事吗 就是我想讲一下我这样的性格 然后 好 就说 没关系 很多同龄的女孩眼中 我很特别 我很奇怪 因为我从小到大衣柜里从来没有一条裙子 我长到现在也从来没有用过一样化妆品 然后 这样的我 让我的父母很不放心 因为我毕竟是个女孩 我这样性格的人 我父母很反对我这样 然后 所以生活当中 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 但是 说句实在就是每次当我跳 特别是现代舞的时候 我才能真正的释放出我自己 我也知道我的身体是有限的 但是在现代舞里面有句话是 你的意识是无限的 今天来到这里 我是想让更多人 能够真正的了解我 读懂我 这样一个性格的女孩 谢谢季老师 我给她跳你知道为什么吗 除了并不是因为她跳到现代舞 不是她很像个小男孩一样了 我特别期待如果她进到夏宇伦以后 跳个女孩子的舞蹈是什么样子 但是你刚才 刚才那种感觉 如果哪一首快乐歌 你能去表现出来给我们看吗 短短的OK 不一定是啥 别担心 要 来一段快乐一点的感觉 给我们看看你的快乐到底有多快乐 哦 好 好不好 好 我想看看 不用全 我们就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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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爱的音乐 唱歌 呼吸打着节拍 我心里的人情 是我的指满痰 我就是爱唱歌 这女孩很会编 她自己很会编 也很会跳 她成熟的一个脑子很好 尼旺用自己独特的风格 得到了评委的认可 也打动了现场的观众 我们期待她的舞蹈梦想 终能实现